看一下王牌例题第五问 那这道题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好 题目很长 我们仔细的念一遍 看看题目里讲到了哪些操作的规则 然后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画一些图 把它的过程表示出来 好 这个题目说 一个长方体容器内装满水 装满水 脑海当中出现 装满水的画面 然后你只要往里放东西 它一定有水会溢出来 而且放入的东西的体积 和溢出水的体积 肯定是一样的 对吧 那你来看 现在有 大中小三个铁球 第一次把小球沉入水中 第一次 那么小球沉入水中 它溢出来的水的体积一定是什么 一定就是小球的体积 好 第二次呢 注意 把小球取出 这个时候把小球取出会发生什么呀 是不是水面又会降下去了 那么注意啊 取出的时候水面下降的体积 还是小球的体积 还是小球的体积 对吧 好 然后呢 把中球沉入水中 中球又放进去 第三次把中球取出 那水面还会往下降啊 而且中球啊 比小球要大啊 所以水面肯定会降到更多一些啊 好 再往下降 然后呢 把小球和大球一起沉入水中 啊 然后发现 已知 每次从容器当中溢出的水量的情况是 第2次溢出的水 是第1次的3倍 第3次溢出的水呢 是第1次的2.5倍 好 那么请问大球的体积是小球的多少倍啊 哇 你看这个体什么感觉啊 感觉非常的晕啊 怎么一块放进去 一块又拿出来 总共进行了3次 还有这么一些溢出水的倍数关系啊 那么 当条件比较复杂 文字比较多的时候啊 我们尽可能的通过一些示意图啊 来简单的画出每次的情况啊 好 这里我们进行一个 整理啊 我相信你只要仔仔细细的去画出图 然后呢 在每一次里面你都想清楚 放入的时候 水面怎么上升 拿出去的时候 水面怎么下降 这道题其实非常简单 好 我们来一次一次看啊 首先我们画下第1次 第1次 叫做 原来水深满的 放入小球 又拿了出来 对吧 那你看啊 第1次我先这么画吧 这是放入小球之后 水的情况 对不对 放入小球肯定是满的 然后我拿出来的时候 注意 当小球被拿走 水面肯定会下降 没问题吧 好 这个下降的部分啊 我叫它什么 我叫它 一份水 一份水 一份水啊 那注意 这个一份水 其实同时也就是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是放入小球 我会 溢出 一份水 这一份水 这一份水 其实就是 小球的 体积 到这 没问题吧 这个部分应该非常简单啊 放入了小球 溢出 和小球体积 一样多的水 拿出小球呢 那么水面会下降 下降 一份水 那注意 原来溢出的水 是不会再回来的啊 所以不是说你拿出小球 那水面又满了 这个不会 已经出去的水 那就永远在外面拿 好 这是我们的第1次 那第2次呢 看一下我们第2次 放入的是什么呀 放入的是 中球 把中球 沉入水中 然后溢出的水 是第1次的 三倍 我把这两个条件 连起来看啊 那你看 第1次溢出一份水 第2次应该溢出三份水 所以如果我把中球放进去 水面会满 中球还大一些啊 把中球放进去 水面会满 它会溢出 三份水 请问 此时你能否知道 中球的 体积 相当于 几份水啊 想一想 在这个图里面 上面还空了一份水 所以我放入中球的时候 是不是水面先上升 一份 再溢出三份 所以中球的体积 所以中球的体积相当于 一加三份水 的体积 对吧 所以中球相当于 四份水 这是我们的 第2次啊 你会发现 已经有一点小结论出现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关键的第3次啊 现在 什么情况呢 现在是中球 在水里啊 然后水面是满的 那么 当我把中球取出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 是不是水面在 在这儿 因为取出了中球 水面就会 下降 这里是几份水啊 这里是四份水 取出的中球四份 那这里下降的 也是四份啊 好 那么第3次放入什么呢 把小球和大球 一起沉入水中 注意 第3次溢出的水 是第1次的 2.5倍 也就意味着 第3次 如果我 放入小球 再放入 大球 的时候 水面肯定是满的 溢出多少 溢出了 2.5份水吧 第1次的2.5倍嘛 但是你想 是不是这两个球的体积 加起来是2.5份水 肯定不是啊 中球就是四份水了啊 那这个地方 小球和大球加起来 到底是多少呢 是不是先把刚才 空出来的四份 给它 水面上升填满 然后 最后再溢出 2.5份啊 所以是不是 小球 我们写一下 小球啊 加上 大球 等于 多少份水啊 是不是 2.5 加4 也就是 6.5份水啊 对不对 6.5份水的体积 和小球加大球的体积 这个应该是 相等的 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题目做完了吗 基本上完成了吧 他说 大球体积是小球的 多少倍啊 那你来看一下啊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小球正好是一份水 而大球加小球是6.5份水 所以大球是不是 6.5-1啊 等于5.5份吧 那5.5份和一份之间是几倍关系啊 那就是 5.5倍吧 好 这就是我们知道题 最后的答案啊 那这个题当中呢 涉及到的 取出和放入的过程比较多 但是它本质没有改变 就是我取出物体 水面下降 放入物体 水面会上升 上升到满的时候 还会溢出 所以呢 上升的水量 加上溢出的水量 就是我实际 放入物体的体积 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到这儿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周的内容 第1部分 我们讲了水中 进物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这一讲 最关键的一块内容 我们来写一写 它的关键点啊 叫做水面上升的体积 等于什么呀 等于我 放入 物体的 体积 对吧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记一下啊 其实是放入物体 真正静默部分的 体积 第2个呢 叫做取出物体 静默部分的体积 等于什么 取出来的时候 它等于水面 水面下降的体积 这个地方留意一下啊 是体积等于体积 有的同学会记成 取出物体的体积 等于水面下降的高度 这个就错了吧 你得用同样的体积 再去除以水的底面积 才能求出高度啊 好注意啊 水面升降与物体 在水面外的部分 没有关系啊 你在水面外有多少 哪怕再高 都不影响 最后水面的变化 好那么第2部分呢 我们讲了体积 不变类的问题 那主要是两个点 第1个是和绒柱相关 如果不计损耗 那么注意改变形状 或者是一个 和变成多个 或者是多个合成一个的时候 注意体积都不变 那么第2个呢 就是在长方体容器里面 如果我装满水 盖紧盖子 不管你是竖放 横放 或者是哪怕斜着放 那么什么不变啊 水的体积 不变啊 什么改变呢 就是水在容器当中的 形状会 发生改变 好 那么最后一个 多次放入或者取出物体的时候 注意 溢出的水还会回来吗 已经溢出的水 注意 是不会 回来的 好吧 也就是说 当你有取出之后 就会留有一段 在容器当中 没有水的部分 好了各位同学 本周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周再见 吃了